欢迎来到好房话题现场 我是肖一芬 第一季度的台湾房地产市场 因为新冠肺炎的肆虐型的气氛 相当的诡异 买方还在持续观望 而卖方还没有出现降价求售的觉悟 以至于今年的三二九档期 出现了八年以来的最低推案量 那么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 封城锁国产业锻炼停工 骨牌效应显现 现在各行各业出现了严厉的淘汰赛 那么大环境激动 政府抛出利多 针对自用住宅一千万贷款以下 降息一码 可是这个利多够猛吗 那么就作为经济的火车头 房地产市场究竟会跌多深 反弹又多大呢 我们今天请到两位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房地产专家张新铭张总 主任 观众大家好 以及有庆房屋集团研究发展中心的 资深研究员陈金平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两位好 我们先来看看现在整体的环境 那么现在究竟房地产市场 到底是好还是坏 根据房众统计 三月全台湾交易 年减是15% 那么三月份呢 整个交易 我们以六都来看 只有桃园增加了9% 那么新竹县是持平 那其余呢 高雄减少近三成是最多的 而新北也减少超过两成 台北减少13% 台中台南呢 都减少了18% 为什么会这样子 恐慌情绪 预期心理所造成的 以至于现在大家 虽然有一些人想要去捡便宜 但仅止于看看 大家想说如果疫情到5月底结束的话呢 第二季肯定也不好 是不是难有更多的后康 更多的利多呢 买方在观望 而卖方呢 他们可能甚至还提高了价格 因为大家有这样的预期心理 所以他干脆提高价格来卖 所以买卖僵持不下 所以成交量当然锐减 这是普遍的现象 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 那么究竟新冠肺炎 对台湾房价的影响 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说有量才有价 刚才我们说成交量呢 减少了15% 是全台湾的平均数 那么价呢 我们来看看这张图表 基本上来讲呢 我们来看 最多的占49% 几乎一半以上的是什么 小幅下跌5%到10% 所以这个数字很精准 整体成交量下跌15% 而这个价呢 也下跌了5%到10之间 只有微幅的 只有很小的比例 1%是上涨的 3%这些 所以最具参考价值的是几乎一半 都下跌了5%到10 所以这样的现象是今年第一季 那接下来第二季 大家预测啦 一般坊间预测 真正疫情什么时候结束 不知道 说5月底可能会慢慢就消退了 其实5月底也是在第二季啊 所以展望外来是不是第二季 也不是很乐观 其实目前看起来的确应该是这样 对那我们如果从 这样表来看的话 其实目前民众的恐慌情绪 真的是比较大的 所以他认为说第二季的房价应该还是会下跌 只是说下跌幅度可能不会太大 那大概就是5到10%这个区间 因为我们看到全球的疫情一直都持续在蔓延当中 所以他应该也算是新冠肺炎也算是今年我们第一个遇到的黑天鹅 第一只 那除了是第一只之外 他也是相当严重的一只 那目前看起来就是全球在封城啊 停工 然后整个空中的一些交通管制上面 所以说一些相关的产业链都受到断链的一个危机 所以说除了相关产业受到危机之外呢 需求跟供给的部分都有很大幅的一个减少 那对于房地产来说其实也不可能说只有房地产好 一定都会相对的受影响 所以说民众对于房价的一个预期会下跌 其实也是相当理所当然的 好 其实我们现在都是房仲业者 非常这个做出来的一个对民众预期心理的一个测验 为什么大家会说 为什么你却要做民众预期心理的一个这个民调呢 因为预期心理就会反映到行情上 所以民众都是怎么想 那民众认为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疫情什么时候会降温呢 我们来看这张图表 大部分的人37%都认为4到6月会降温 这也符合一般之前 我们大家在网络上看到很多消息断交 都说5月底应该就会渐渐消停了这个疫情 那可是呢甚至有些人认为第三季 第三季几乎有相当比例 35% 37%才差两个百分 大家认为第三季还会有 那这还得了啊 那第四季冬天又来了 有一些预言家有说什么冬天又会卷土重来 哇那今年一整年都受到疫情肆虐了 大家还要不要开工啊 对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 他因为我们调查的期间 大概是从2月底到3月初 对那那个时间点其实大概就是 除了中国大陆之外 就是韩国日本都有一些 大规模的一个感染的状况 那此外就是在意大利跟伊朗的部分 也有很多的确诊案例 对那所以说这个期间 大家就觉得说 那个恐慌心理就慢慢浮现出来了 所以说大家就觉得说 短时间之内好像没有办法控制 那目前我们看来其实 还是处于一个高峰的状况嘛 还没有往下降 对现在最严重 4月是最严重的时候 对所以说其实大家的那种感受度 还是很深的 对那对于在第二季来看的话 会不会在第二季结束 其实有些人觉得可能还没有这么的快 或许会到第三季 那因为全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停摆的情况 其实大家觉得说 它的影响可能会更深远 不见得会这么快就结束 好那么无薪价 现在很多产业我们是有停工锻炼的问题 那么很多企业呢 没有办法那么快就宣告投降了 所以干脆先来个无薪价 员工也不方便 你看要资钱 资钱费也很高 对不对 干脆你原本上班5天的 你来上个3天看看好了 或是什么在家 薪水可能各方面出钱费 都可以减免 无薪价 重创购物换物的信心 为什么 我收入减少了 或是我公司可能倒闭 或是辞退我 我还有钱买房子吗 以前是因为有公司 有稳定的工作担保 我可以贷款 现在我的工作都出问题了 我哪敢买房子 我觉得这是一般 小市民心中一个痛 我工作都不保了 我还能贷款吗 银行可能合不下来 银行就是雨天收散啊 那我怎么买房子 所以第二季房屋建筑贷款受冲击 除了小市民之外 还有一些建商 他到底挺不挺的过去 这其实是最重要的关键 是的 就如同刚刚主持人讲的 那我们在第二季的房价走势 也做了一个调查 那这个房价走势呢 其实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长期去做一个关注的 那其实在去年到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就是整个房价的部分都是比较持平的 可是在第二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个 44%就是在小幅下跌 5到10%这个部分 就大幅的增加 跟上一季比起来 其实增加了有19个百分点 相当的多 所以就是表示说 消费者在对于第二季的房价 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所以就是受到一些冲击 大家觉得说房价应该要下跌了 好 所以呢 这个房仲业者对于消费者做的这个预期心理的这个比例 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 就像股市一样 这个除了基本面 筹码面以外 最重要是心理面 心理面往往决定了这个行情 升降一个最重要关键的因素 其实我们就是从刚刚的 第二季的房价走势 然后再去把它区分为 七都来看 那我们看到七都的部分 其实整体来看 大家的看跌的幅度都有增加 大概15个百分点以上 那其中比较大的区 大概就是在台北 然后新竹跟台中 其他的增加幅度都有在28个百分点以上 尤其是台北市已经看跌比例有到61%左右 那为什么台北市会看跌比例 特别的严重呢 就是说台北市 它主要就是在全台湾来说 它是政经的一个中心 所以对于一些景气或经济 相对都比较敏感 对 所以说它在房价 在整个景气在改变的时候 它对房价的一个看法 也就会很快的去做一个应变 那为什么新竹跟台中 这两个地方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主要就是新竹 就是科技重镇嘛 锻炼 对所以它锻炼了危机出现之后 其实那些竹科的工程师 他可能在买房的一个信心 就会下降 那台中为什么29% 将近30%也很高 台中其实它也是一个制造业的重镇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对一些像是工具机 然后一些相关的产业都在台中 所以说它对于这一波疫情的影响 它也是相对是感受比较深的 好有六成人都觉得会跌 可是为什么房价根本就没有反应 房价怎么5%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统计素质是这样 可是我去买房子 我去看房子 卖房还是姿态很高 心态很高 怎么会这样呢 那么难道大家觉得说 疫情5月底6月结束之后 就会迎来春暖花开吗 来看看国内景气看好的大调查 这些资品要告诉我们 对于景气来说呢 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 看坏的景气的一个比例相当的高 有超过六成以上 跟上一季我们去做的调查来比 其实增加幅度非常的惊人 都已经快要接近两倍了 对所以说其实目前大家看起来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大家的看法还是比较悲观一点的 其实想要买房子的 的确还是很多 还是很多 我们为什么房子这么好呢 我们来看看 面对景气风险 避险标的的选择 我们看看 像这个房地产 跟黄金比起来 黄金真的是 它又不能收租 对不对 它顶多是抗跌 但是它不能去生出 母鸡不能生小鸡 你看房地产 不管它跌它涨 对不对 如果说卖不出去的话 我就来收房租 房租一定是跟着什么 通货膨胀的 然后还可以抵押贷款 大不了我自己住 然后将来老了以防养老 再怎么样我都不会输 哪像黄金对不对 还有定存 不要说了 又调降一把了 对不对 还有外币也会有风险 那股票储备很厉害 这也是一个很烧脑的投资 那至于债券和基金 但是一篮子里头 不知道什么挖钩 其实也是碰运气 对 所以看来看去 还是真的房地产最稳大 对 其实我们目前看起来 就是全球在这一波疫情当中 我们看到就是 不管是金融市场 股市啊 汇市啊 债市 这三个部分 看起来其实 它整个震荡都非常的厉害 其实对投资来说 除非它心脏要够强 其实它没有办法承受 这样大幅度的一个震荡 那以房地产来说 它特别它是有一个僵固性 对于涨跌 它其实都幅度不会有 太大幅度的一个变动 那另外它又有保值的一个效果 那未来说不定还有增值的可能 这当然不一定 也有可能 对 所以说房地产对于 目前的一个景气风险的状况来说 消费者还是认为 它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避嫌标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政府有没有办法来拉抬房价 因为这个股市已经够惨了 那个股市房市火车头 房市如果载下去 民众受灾会更严重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就是回归到 就说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 这个新冠肺炎 它现在已经全球都是变成是一个 这个大黑天鹅 金平刚才跟我们分享的 这些仲介业者的调查 我看了大家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台北市的碳衰房价的 这个比重增加的蛮高的 那刚才金平特别分析 就是说因为台北市 我觉得它虽然说政经的中心 那最主要是因为 它的房价过去都偏高 那很多人想买台北的房子 可是呢就是渴望不可及 真的是高攀不起 那如果说它能够向大家期待 因为有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 让房价可以跌下来 让大家可以买得起房子的话 这个可能就是很多人的一个 因为卖方不愿意 我买的成本就那么高 我为什么要可以卖给你 可是这个是在信中的一个期望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对于这个房地产这一部分 我长期也看这一个调查 就是说房地产一般都是 我们民众在整个投资工具的 一个现象里面 大概都占了三成以上的一个比重 这个部分 不管有没有这些外在的一个 这个事件的一个影响 应该都还是存在 那刚才主持人特别提到 就是说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 政府也寄出了一些 所谓的救世的动作 可是呢 大家都是把它当成 就是说可能是 17年前的SARS来看待 可是我认为说 这个部分可能大家 小觑了这一次的 这样的一个新冠肺炎疫情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个大家在看 这个新冠肺炎疫情 应该要比较严肃来看待 它一定某种程度 如果说再延续下去的话 一定会冲击房价 一定会冲击房市 那我个人认为说 这一次绝对不是SARS而已 它可能是 921加911加SARS加金融海项 你不要唯言手 大家想5月底就要结束 就要出来走票了 可是现在它 基本上就有一点 那个所谓的全境扩散了 刚才提到已经全球 大概我看 大概只剩6个国家 没有受到影响 那又加上这个大家恐惧 已经是一种恐惧的总和 那危机总动员 应该也是各国都在救市 所以短时间我们看到房价 一定会受到冲击 那是不是能够在5月 5月天 能够让这个整个疫情消解掉 那这个当然是大家的期望 可是因为 现在不管是新冠肺炎的疫苗 或是这个药物 都还在研发当中 比较保守 比较乐观的认为说 可能至少要一年 那悲观一点 搞不好是要一年半以上 所以如果说要 真正等到疫苗 或是药物来治疗 这个新冠肺炎疫情 可能有一点缓不济静 所以大家还是要 不容调以轻心 你刚才说921 还有911 可是1999年的921 跟2001年的911 还有2003年的SARS 之后都涨上去了 还有2008金融海下之后 也飞涨 那你认为这次 如果那么严重的话 是不是也会涨 所以这个就是说 它打的如果打得够深的话 那当然缓弹的机会 就会比较大 现在打的还不够深 现在还不够深 因为刚才主持人一直在强调说 屋主都很磕水 我真的遇到是这样啊 对就是大家觉得说 我老心在在嘛 反正我这个口袋深 上一波大家都赚薄了 现在就跟你耗了 所以现在变成就是 双方在拉锯了 如果说没有让它 打得比较深的话 要反弹的力道相对比较不足 反而是呈现一个 焦肘状态 这个是大家比较不容易见到的 好我们看SARS 当时为什么涨 除了这个降息也降一马之外 SARS当时也降一马 2003年 可是那个时候还配合政策 比方说土增税减半 还有开放外资投资不动产 那2008年呢 当时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两岸之间呢 有比较好的往来互动 同时呢 还有这个政府政策有做多 还有台商什么 鲑鱼反向 你看政策环境如果不配合 你光这样一马有什么用 对 所以政府是不是应该再下猛药 你觉得还应该再降吗 对 我说刚才主持人分析得非常好 因为那时候我也看到 就是说2008年 那时候事实上是 有一点天使地利人和 除了就是说利率的持续调降之外 因为它的房价也是相对比较低 那再来就是因为有这个鲑鱼反向 两岸之间的一个 鲑鱼反的这个关系 那另外也就是说 投机的炒作还占了蛮大的一个比重 所以让整个房价才是有比较 这个明显的一个上涨 那可是我们看到现在就说 在整个新冠肺炎疫情 这样的一个动荡之下 实际上买卖房子事实上是比较焦躁 可是买卖土地 听说事实上还蛮热络的 这个是很触碰大家的一个意料之外 哪些地方跟我们讲讲看 现在我们看到就说 这些商众业者 他们有做了一个统计 就是说今年第一季的 这个整个台湾地区 大比的这个土地交易 大概达到842亿元 创了这近几年来的一个新高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很奇怪 很纳闷 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说 事况混沌不明 那到底会怎么样的一个走势 V型反转或是U型反转 也都还没有一个定论 那为什么这些有钱人的大老板呢 纷纷的都在买这个土地 最主要我认为说 他们可能是还是看好 就是说刚才提到 整个疫情结束之后 应该还会有很好的 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空间 请问一下土地其实的市场 比较特殊 因为房子是针对一般大众 这个建商跟政府之间 是不是比方说 你看北部上市的建商 张总讲的 抢买国有地 还有寿险业 抢标地上权 这些的买方跟卖方之间 好像就是不是那么属于 一般的消费者 可是因为土地的交易 它金额都非常大 就刚才提到 好像寿险业者 南塞人寿 这个一买就是地上权 312亿 这个几乎就占了 第一季的将近三分之二 还有高雄地震局 标售土地基 这个是全雷达 全雷达 对 所以是不是有一些 有实力的建商 在逢低布局 只是这样子而已 还是可以把这个 视为一个回温的讯号 我个人把它整理出来 大概有四种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说 这些有钱的 口袋深的 这些房地产业者 或是寿险业者 他们可能就是 巴菲特的信徒 那我们知道 巴菲特他讲的一些名言 大家都朗朗上口 就所谓的 退潮的时候 才知道大家 有没有穿裤子 另外一句 可能大家也很熟悉 就是说 别人贪婪的时候 你要恐惧 别人恐惧的时候 你要贪婪 那我认为说 这时候出手去买土地的人 大概也都奉行 巴菲特的这一句 别人在恐惧的时候 他要更加的贪婪 所以他们 口头也 手头上也有一些现金 所以就进去买了 另外一种 第二种可能性的 就是囤面包 跟囤 这个所谓的 面粉的概念 那因为我们知道 土地就是面粉 对 那那个房子就是面包 那我们知道 面包 房子的话 你放了 盖好了 隔一段时间 他的那个 石油成本 还有说管理费 还有折旧 所以相对是比较 没有办法放久的 那储存 囤这个面粉的话 基本上可以放了很久 可以做各种各样的面包 而且过去的历史经验 就是放的越久 赚的越多 没错 养地嘛 对 所以这个养地 这个大概是建商 他们也大概都尝到了 过去的一个甜头 再来就是刚才金平也有提到 因为利率太低了 现在利率真的是 我们已经处在一个 相对的低点 可是3月19号 我们的央行 又把利率调降一码 这个又是创了历史的新低 张总 可是这个利率 为什么对小市民来讲 不够低 借款利率 可是对建商来讲 却很低呢 因为建商 他们就习惯 用高杆桿来操作 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 他们不用出太多钱 就可以来做 买土地的动作 可是小市民 没有像他们 那么大颗的一个心脏 所以这个利率低 对建商来讲 绝对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优因 第四个就是 刚才我们的主持人 特别点出来 这些土地交易的 大部分大家集中在 除了这个刚才提到的 蓝山人兽这一笔 在台北地区外 其他都在中南部 比如像达新厂房 或是说刚才高雄的 地震局的土地的标准 那因为中南部 在这个疫情的氛围上面 跟北部比较起来的话 相对比较和缓 那民众感受到 所谓的新冠肺炎 产生的恐惧感 也相对比较低 那另外一个就是中南部的 这个基企相对也比较 这个和缓 没有像台北的这个房价 这么高 所以他们这个土地 如果未来要推出的话 应该也会比较大的一个 这个获利空间 所以这个也就是在 整个疫情 还是持续在延烧的时候 还是有这么多的 这些建筑业者 受写业者 拿出这个白花花的钞票 再买土地 大概他们背后的盘算 大概有这四种 有实力的还是有啦 按下爱心 存下你喜欢的物件 降价马上通知你 找到你想要的房子 都在聪明买好房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个房市大党329 今年329可以算是泡汤了 这个推案量是8年来新低 对 那我们来看看 就是整个推案量来看 以数字来看 真的是8年来新低 预售屋供给量统计 从这个可售户数 2014年的5655到2020年4456 不过这个可售户数 跟实际大家买单成交的户数 比起来这个比例 其实也可以看出 现在民众的预期心理 对 因为我们之前 如果是在1月份 或是这个1月底的时候 这些市调机构 他们做的一个329的 这个统计案量 大概有将近1500亿的案子会推出 可是现在呢 就再回头看看 3月份实际上推出的这个案量 只有742亿 所以大概只有一半左右 那刚才主持人点出了这个可售户数 本来大概就是这个329 3月份的这段时间 起码都有将近5000 6000部的这样的一个 可售户数推出 可是今年3月份只有4456部 相对的就是 感觉到这个329的档期 好像已经泡汤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329是所谓的房市的旺季 现在是蛮明显的是旺季不旺 那大家也都是呈现在一个光旺的一个状态 这个刚才跟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土地的交易 也是蛮呈现一个蛮明显的一个落差 那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进场买呢 是不是有因什么讯号可以让我们参考 所以我们讲说如果说这一波的这个疫情能够比较和缓下来之后 我们就要看市场上有没有一些这个讯号 让我们这个可以逢低进场 我列举出来大概有4个这个讯号 第一个就是说有没有那种指标型的建安建商 跳出来大降价 因为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有提到过 就是这个中国的恒大地产 他们这个因为财务的关系就大跳出来说 他们要大幅降价25% 那在国内呢这个建商几乎大家都老行在在 还没有人真正受不了跳出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这个疫情持续下去 有些建案可能卖得不好 或是说财务出现一些状况 有没有一些大老级的这个业者呢 跳出来说政府啊也救救我们吧 我们这个业者快活不下去了 或是说我们在缴席上面不要雨天跟我们缩闪 这个是第二个讯号 第三个呢就是说市场上有些建商 可能房子盖到一半了 因为卖不好嘛 烂尾楼啊 所以烂尾楼越来越多 这个也是第三个讯号 再来最后的一个指标就是所谓的保派屋 保派屋的建树如果说大幅度的一个 谈生的话那表示说不只是民众 不只是建商 大家可能都已经撑不住了 那这时候价格上面可能就不会像 这个刚才提到了 很多人都还是反而把价格拉高让你看 这时候你就可以好好的耗证一下 在市场上减别疑惑 说是这个法拍 建树大幅增加 其实它是一个最落后的指标 那刚才提到指标建商大降价 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有人告诉我 有某建商如果他撑不住了 就表示房地产真的要垮了 那个时候地保一平是60万 可是你要很有实力 因为他起跳的平数是100万 你要有6千万 100平 对100平 乘以60 最便宜的也是6千万 而且他管理费 一个月好像就四五万起跳 你也没有办法 那一平就250块的 所以现在来讲 您认为这个指标建商大降价 目前还看不到 哪些指标建商都没有 我认为是说可以看一下 这个上市贵的建商 因为现在已经有22家的上市贵的建商 已经沦为鸡蛋水饺股了 那这个表示说他们在内部上面 财务一定开始出现一些状况 可是既然是指标建商 他就应该比较有实力 如果他也出来请政府纾困 或是环脚席的话 当时2008年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这是一个所谓宣誓性的动作 还是他们真的撑不下去 事实上以2003到2015这段时间 我们的房市事实上大概走了十多年的多头 那有些建商可能有跳出来喊一喊叫一叫 可是基本上都没有真正 说已经撑不下去了 所以只是一个政治动作 对政治动作 这比较危险的是在2003年之前 那段那一波真的有很多大建商 我们知道大家耳熟能详的建商 大概都是戏得戏得得了 那真的是非常惨的情况 所以这个时间点跟当时 其实是不可同日而已 不可同日而已 现在大家都有实力了 所以不应该出来动辄就要求纾困 应该也短时间看不到 但是相对的未来的获利率 大家都缩减了 都缩水了 对这个是也可以一起得到的 所以是不是可以说 现在的房价买价与卖价 其实它差距的空间都不是很大 可能你要像当时2003 跳水式的下跌 跟一飞冲天式的上涨是不可能的 就算您把未来的情况 看得还是很险峻 但是跳水式的下跌 跟一飞冲天式的上涨 是不是在房价市场 还是不可能再出现了 是吗 对 这个我们在这次新冠肺炎产生的时候 大家也都是去回顾一下SARS 他认为说这两者的时空背景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你要预期 就是说现在因为是过去有SARS的经验 你要去逢低 减便宜或危机入市 这个部分可能还是有点不确实际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实物面 就是说你如果有自住的需求 那你的自备款也存够了 那现在率率非常低 你要够稀 这一部分都相对比较轻松的话 那不妨就大胆的进展去看房子 去找房子 那如果说这个房子刚好符合你 那就可以买下来不要去考虑太多 YouTube请搜寻好房网 手机用户 请点影片下方的订阅钮哦 订阅之后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哦 记得一定要订阅好房网YouTube频道哦 好我们请金瓶来帮我们看看 那么现在呢 因为是属于买卖双方线在僵持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来看永庆房屋呢 他有做了一个这个调查发现 就是说呢 也有一些屋主呢 他们也是这个因为仲介是在 撮合买卖双方的成交端嘛 屋主其实哦 如果啦以下三个条件 你急需资金 你就必须降价让利 你跟在那边没有意思 因为最坏的时间如果是5月底 5月底过去了房价又 可能又上来 但问题你能不能撑着住一两个月 有些人可能急着要掉线资金 比方说他的公司快垮了 或者是说他有一些这个事业出了状况 这些屋主或者是说 这个短期现象 如果未来会带来中长期的影响 这个时候要怎么做财务资产的重新分配 还有呢 这个产业的淘汰赛 就在于建商或者是各行各业 你怎么样去做这个调配规划 什么该舍 什么该重新 景气好的时候 从头再来 屋主适度调整售价 赶快卖 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 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抉择 其实我们目前看到市场的一个情况就是 今年的状况跟去年同期比起来 其实没有一个相对好转的一个迹象 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 今年的事况应该会比去年还要相对好一点 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其实看起来目前的情况并不是太好 那所以说再加上一些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歇业啊 或者是倒闭啊的情况都出现 那民众在购屋的一个负担上面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他可能就不会说这么快就进场看屋 或者是有想要买房子的一个欲望 那屋主的部分呢也许他就是会有一些资产配置的一个考虑 那或者是说他有一些资金的调度的问题 那如果说他真的有这方面的需求 其实他就必须要就是调整他的售价 那尽量在这个时间点 目前需求还是大的一个情况下 那赶快调整售价去做一个售处的一个动作 的确哦 有时候呢投资获利就是要反向操作 你说啊现在你买方也还在等 然后可能等着等着房子就变成别人的 现在因为呢大家怕染病所以都不敢出去 但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做好防护措施出去看房子 那等到真的是这个疫情结束了 大家都出去了你抢得过人家吗 而且呢这个好房子呢有时候也是要看缘分的 所以我觉得说不要看现在的时间点怎么样 如果你有时间有空闲或你手头有资金 其实呢买方的就可以多去看看 看可以增加自己的经验 而且现在呢仲介端我相信客人如果不是那么多的话 像之前是蔡美章蔡总也说了 他受到很好的服务 仲介还请他吃饭对不对 有任何就像要报税的问题 借着谈着谈着 说不定呢能够对能够享受加值的服务 对行情呢也能够得到更多的了解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当然啦 我们不鼓励大家这个非常仓促的买或是卖 可是趁在这个时候市道比较冷清的时候 如果你有余霞你有余域的话 你多出来探寻一下市场 那前提是房地产 如果是你认为可以长久经营的这个领域的话呢 你趁着这个时候多出来累积一下自己的功力 多看看喔 其实呢绝对是由百利而无一害的 那么的确呢最后呢 大家说为什么这些世界上富豪那么少 因为大家都被贪婪恐惧绑架喔 股市房市动不动追高杀低 那怎么样才能致富呢 所以呢大家趁这个时候呢 可以好好的省思一下 今天非常谢谢金平 也谢谢张总 谢谢两位 好房话题我们下次再会 订阅好房网YouTube频道 就能收到最新通知